最近,上海永康路經常大排長龍 為的,就是買一杯由紅爪在牆上這個洞遞出來的咖啡 紅爪還不時跟客人互動 握手、摸頭或送你一枝花 有人覺得這些是應銷伎倆,不以為然 但其實紅爪背後有隱情的 原來紅爪的主人是一位停障人士 因為沒辦法用語言溝通 所以才利用紅爪和客人互動 咖啡店其他幾位店員也患有不同程度的停局障礙 但他們充咖啡一流 其中一位還拿過全國比賽的冠軍 店舖既有創意,又充滿愛心 自然吸引不少人排隊打卡 當中有不少停障人士來支持 店長營營亦用實際行動回軌居地 音樂 演藏 專門的工作 店長營營 工都拼了 深店 詞對哪麽